好 那今天的話 我主要就要再把就是 第七個單元的後半段跟大家上完這樣 然後再接到第八個單元 第八個單元其實跟第七個單元還蠻有關係的 因為第八個單元我們叫自串這樣 Stream 它也是一種Array的一個應用這樣 所以七跟八其實是還蠻相關的 那我就先把就是第七個單元的前面 先很快的複習一下之後 讓大家再對它有個印象 大家可能這個禮拜天要請大家教一下 那個期末專題的構想 那些相關的一個資料 大家可以思考看看說 你想要做一個什麼樣子的一個主題 到時候在我們教的單元裡面的一個重點就是 大家試著把那個主題跟所教的單元給連結起來 比如說看這個第七單元學到的Array 下一個單元學到的自串 怎麼樣在你的專題主題裡面發揮出來 所以有點像是說就是最後 其實我們的就大家應該有看到 我有PO第六次作業 那個就是我們最後一次的個人作業了這樣 因為那個佼佼的時間也就是12月底了 再過去就是明年了 時間過很快 很快我就要跟大家講明年見這樣子 就是再過個兩三個禮拜吧 就明年了這學期就快要結束了 所以後面的作業等於就是大家自己出給自己的 也就是專題的那個部分 最近我曾在研究所發現說原來大家很不喜歡自己出題目給自己這樣 那我就是在研究所做了一個類似的事情 他就說他只有在國小有寫過 發一張作文過來 然後就說請自己制定題目 然後再自己寫這樣子 他覺得這個好像 不知道該說很特別呢 還是 還是他覺得很痛苦這樣 不過我的出發點是說 這個大家在做這個專題的時候 最好還是做大家有興趣的 你會比較知道 應該說比較有熱情去把這個東西做好 然後去看看說 這個東西到底跟你這個 這堂課所學的可以怎麼樣結合起來 你會比較了解程式到底能發揮怎麼作用這樣 如果是定時給大家的 可能會大家會覺得說就是一個作業而已 可能跟你的生活連結不太起來這樣 所以那個等一下再稍微提醒一下 就是禮拜天的時候 這個禮拜天請大家要記得教那個東西這樣 好 那我就先複習一下這個 第七個單元的一個部分這樣 第七個單元我們是講到陣列的一個部分這樣 所以其實你在看的時候 譬如說你在研究這個 單元的內容怎麼樣用在專題裡面 就可以先了解一下 這個單元在學哪些東西 我們學了目前為止 我們學了怎麼去宣告一個陣列 看在什麼情況下我們要去宣告這個陣列 然後去取用他的一個數值 這邊講到全部都是取用的一個部分 接下來我們可以對他做一些 給定數值 可以用一些4 loop 或者是wire loop也可以這樣 你可以給他一些初始值這樣 要注意到就是在陣列的宣告上 一開始不一定要需要初始值 只要你需要用到他的時候 你就去使用給他初始值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的部分就有著陣列之後 我就可以對他做搜尋 做排序 然後可能我有的時候 如果大家的專題裡面 會需要處理到像表格的資訊的話 也就是說那個資訊的 那個種類比較繁多 比較維度比較高的時候 今天就會跟大家交道說 他有一個多維度的一個陣列這樣 這個待會可以看到 基本上最簡單的應用來說就是 如果你的專題最後的輸出 會有一個表格要輸出出來 那可能那個表格裡面的資訊 通常有X軸跟Y軸 會把它存在一個二維的陣列裡面 會是比較方便的 待會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你也覺得還蠻方便的這樣 那最後最後一個這邊 等一下也會跟大家提到 就是說你在譬如說 你的專題裡面 會處理到很多文字相關的資訊 那我們目前交到的資料型態 就只有Integer 小數 然後字元這樣 有的時候你可以自己宣告一個 屬於你自己的一個資料型態這樣 譬如說待會大家再講義 或是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在講義裡面 他就或是在大家課本範理裡面 他就定義了一個資料型態 叫做星期幾 星期幾這樣 所以他就可以用這個資料 宣告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就只有七個數值而已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一直到星期天 你可以自己認定一個 你自己的一個資料型態 就像Integer 它是一個無窮大的一個範圍 然後小數也是一個無窮大的範圍 那這個範圍不見得是符合你的專題需要的 你可以自己定一個你的資料型態 這個就是最後這一邊 這個倒是我覺得用到的機會就要看大家怎麼用這樣 我個人是蠻少用到最後這一個的這樣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看這個部分要怎麼來用這樣子 所以前面這個動機的這部分 我就不再複習了這樣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有很多資料需要輸入的話 一個一個輸入是非常沒有效率的 最好是把它宣告成正列這樣 宣告成正列的時候 他必須要同一種資料型態 譬如說都是Double這樣 那正列就有一個特定的一個格式這樣 正列的名稱跟他的個數 他總共有多少個元素在這一邊這樣 所以這個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再複習一下 如果我們要拿那個正列的數值出來用的話 就是在中刮弧裡面看我要拿第幾個 要注意到如果那邊寫八個的話 他的編號就零到七 總共有八個 所以你要取用的時候 這個中刮弧裡面的範圍 也只能夠零到七而已這樣 所以這邊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好啦 這上次已經有講過了 所以這些我就都先跳過了 這個也是取用的部分 這個大家也可以再看一下就好 如果我們要對他就是一下 你如果正列 譬如說你發現你在專體裡面 需要給他初始值的話 比較快的做法 就是FOR回圈 或是FYR回圈這樣 這樣可以幫你節省 節省下非常多的時間 就看你有正列有多大 你想要給他什麼樣子的一個初始值 只要你可以找得出來規則 除非你的專體的正列的數值 只是一個亂數輸入的 亂序輸入的 要不然他應該是有某種規則 只要你可以把那個規則找出來 你就可以寫成類似這種公式 譬如說他這邊的規則就是 然後把它看他的標號是多少 就是存他的平方向這樣子 所以你只要可以找出來這個規則 你一定就可以把它寫成程式 其實這個是寫程式一個最大的一個 我覺得是最好玩的地方這樣 只要你可以把這個世界上的東西 變成規則 你就一定可以把它寫成程式這樣 不過實際上就是很多東西 是沒有規則可言的這樣 那但是有一些就是一定有規則可循這樣 那只要有規則你就一定可以用程式 來幫你解決那個問題 譬如說數學的運算 有很多定理啦 物理化學甚至應該管理金融相關的 應該都有一些公式吧 或者是一些模型這樣 只要定出來那個規則 你一定就可以寫程式這樣 所以大家其實在想專題的時候 你可以想的廣一點 想你覺得這個做起來還蠻有趣的 就是期末如果做這個的話 你們做這個你會覺得還比較有意義 不會說好像有點浪費生命這樣 怕大家覺得大一上 其實以前大一上是還蠻輕鬆的 是因為到以前比較像先苦後乾這樣子 就是大一上很輕鬆 到大二大三就快死掉了這樣 到大四又突然間變很輕鬆了這樣 現在就到過來 現在是大一上就開始很累 到大三下就好一點這樣子 要不然以前的情況 大三大一上我比較常上的課 就是跟大家介紹電機系有哪些組 我每次講的時候下面都是睡倒一片的 因為那時候你們好像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大一就需要知道這些資訊 我又還沒有要念研究所這樣 同時又有很多作業要寫 微積分要普悟之類的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這樣 好 所以像上次有提到算那個標準差 它就有一定的公式 只要有公式你就可以把它寫成程式這樣 當然我剛剛說的是理論 就是說只要有公式你一定可以寫成程式 所以接下來要看就是你寫程式的功力了這樣 就是你寫成程式之後它會不會動 或者是它動得多好 那個就看大家的功力了 動得多好就是可能到時候 不知道會不會有兩組或三組 你們的主題是很相關的 如果是很相關的那就可以做一些比較這樣 比如說這一組跑這個一模一樣的這個主題 它跑了三分鐘才跑完 另外一組只要五秒就跑完了 這是非常有可能會出現的 因為為了期末要能夠動很多可能的情況 就是用暴力法去解決 也沒有在思考太多的理論這樣 不過我是覺得這樣不太 不太對寫 你都要讓它動來說蠻OK的 但是如果你要讓自己的寫程式的功力再上去的話 這樣子是不太好這樣 然後大家可以看自己的一個情形這樣子 好 那這個第二個部分的一個重點就在於說 當我們把陣列宣告好 把值也存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它去給Function做一些運算這樣 譬如說我就可以把第一個陣列的值 第二個陣列的值丟到這裡面來 然後注意一下 我順便講一下這個是其實作業的一個東西這樣 作業你們要仔細看一下第一應該是第一題吧 第一題不是要請大家算 那我順便講一下 因為我請助教PO在上面這樣 就第一題統一就是一次要輸入六個數字這樣子 每個數字要判斷三個特性這樣 好像是一個是什麼是不是直數 然後是什麼的倍數這樣子 就第一個要注意到的是一定要六個數字 一次就是六個數字這樣 所以你就輸入1啊13啊等等的 範例在那個題目上面這樣 一次存六個數字的數字 你可能要存在不同的變數裡面這樣 第二個要注意到的事情是說 那個題目裡面有講 因為那一題其實是 Function那一張的作業這樣 Function就只有那一題的作業而已 那一題有講說你要寫一個Function 它能夠回傳這個數字 譬如說30是不是那三個特性問題的答案這樣子 譬如說30是不是直數不是之類的這樣 它有提到那三個output必須宣告成Function的output parameter output parameter output parameter就長得像這樣子 它必須是指標的方式送進去的 它必須指標啊 不要不要忘記它要用指標這樣子 因為那是第六章Function的一個 應該說第六章指標的題目這樣子 所以那一題是希望大家寫一個Function 裡面我丟譬如說丟那個數直進去 有六個嘛 你一個一個譬如說用個回圈 一個一個扔進去之後 它就會有三個output變數傳出來這樣 注意到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Function它不可以傳一次傳三個變數 除非你把那三個變數宣告成指標 像這樣就是兩個output parameter這樣 所以大家在寫那一題作業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到 那個三個變數必須是指標的形態這樣子 要不然你會不滿足作業要的那個要求這樣子 就是那個output parameter那個部分 像這邊就是兩個output parameter這樣 我丟一個直進去 這個有可能是我的input 不過它肯定一定是output這樣 它不一定是input 但是它肯定是output 因為我把位置給它了 這個Function可以幫我改這兩個東西的數值這樣子 所以舉例來講我可能就是丟這個數值進去 譬如說我就判斷這個數值是不是直數 如果是這個我就存1要不然我就存0 然後再繼續判斷這個數值是不是 我記得好像是7或11的倍數吧 如果是這個值就存1要不然就存0這樣 所以這個倒是大家在寫第一個作業的時候 作業第一題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的 第二題就比較 它題目很多 但是它要做的事情就是 輸入一個數字判斷 應該是一個 一個密碼對嗎 有人有看了嗎 一個什麼barcode我記得 要判斷這個是不是有效的一個密碼這樣子 沒關係 如果還沒看的就再找時間 不過不要拖到最後一天 有時候你會發現一個東西會變得很難 就是因為你在前一天才做 那一天你拖到最後一天其實也不太好 因為那天是平安夜 你在那天寫你可能會不太平安這樣子 而且心情不太好 隔天要聖誕節了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可以早點做還是早一點做 如果你還有要參加舞會的話 那可能更要早一點做 要不然你可能參加 你可能跟人家在舞會聊天的時候 就跟他聊 你那題寫完了沒這樣子 然後跟人家好不容易出去 然後 不過他可能也聽不懂你在說什麼這樣 他可能會覺得很奇怪這樣子 一般 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人 都會覺得我們講的話很奇怪這樣 但是如果你一旦 找到一個人跟你講一模一樣類似的話 你就會覺得很有認同感這樣子 然後就說原來你是理工的這樣子 出去工作之後你就會發現 只要聊幾句就會發 可以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理工的這樣 所以這邊可能有些同學也許還是會覺得 這個到底是在幹嘛這樣 所以要趁就是期末前趕快再去了解一下 因為指標在期末專題裡面也是需要使用到 但實際上除了規定是這樣子寫之外 其實我想要讓大家了解的是 就是他到底為什麼好用 他的實用性在哪裡 當你一個方訊需要同時輸出多個output的時候 你就需要用這個指標這樣子 當然你會說那如果有三個output 那我可不可以寫三個方訊是可以啊 可是這樣子你的code就會變得又湊又長這樣 當然你為了要湊我們那個 期末專題的要求那200行你也可以這麼做 但是你這樣湊出來不知道就看個人的想法 如果你是想說這個做出來之後以後可以幫助你用來 譬如說申請什麼獎學金啊 或者啊對講到這個 我前週上陣子去參加導師會議的時候 倒是有聽到學校想要跟大家講一個消息這樣 就是說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出國交換學生的話 可能是一個學期可能是一年這樣子都可以讓 他們應該是下學期的三月四月 馬上就會公佈一堆就是大家可以申請的 你可以在譬如說大三的時候一整年都不在學校 就在歐洲的某個國家或者是日本 我知道的都是我 我現在講的都是我知道有同學去的 他真的一年消失了這樣 然後大三就不見了 然後大四回來之後馬上就退真研究所 然後那個是個女同學這樣 然後去歐洲來交一個男朋友 那男朋友後來跟他來台灣 這蠻特別的 有的人是去日本 有的人去中國大陸這樣子 所以那個是一個可以讓大家 你只要繳這邊的學費這樣子 你可能會 其實學校要講的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可能會覺得出國這樣 是不是會花很多錢 基本上那個出國的是學校會補助你 你只要你的第一個條件 第一種獎學金是這樣 你只要好像全班排名在前50% 他就會補助你一半的機票 生活費我忘了多少 但我很確定是一半的機票這樣 但如果你覺得這樣負擔還是太大 你覺得你的家庭情況不太允許你做這件事 但你還是很想出國 學校現在有另外一個也是出國獎學金 是專門為了就是你覺得家庭情況不太OK的 也是之後可以申請這樣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譬如說在中山大學 好像管理學院的機會蠻多的這樣 電機器理工這邊蠻多就是去歐洲跟日本 管理學院還有去美國的這樣子 如果你覺得你的大學生活想要多一點不同的變化 去別的國家一個學期啦 那好像最少都要一個學期就是這樣 除非你是 你們目前裡面有誰是聯考的時候甲族的嗎 就應該有少數幾個是甲族的 好像那個系上就會帶你們出國 這次他們去澳洲 好像兩個禮拜吧 我忘了 就如果你是甲族進來的這樣子 好 給大家一個這個資訊 上次去開導師會議的時候 他叫我們 他講完這個之後就說 那接下來的議題就是請大家 請老師們要記得去做健康檢查這樣 因為他覺得老師們其實身體狀況都不太好 其實真的不太好 因為之前聽物理系有一個老師就大腸癌就消失了這樣子 消失我指的是消失在人世間 對 所以其實做老師好像跟做工程師某種程度來說沒有太大差別 好 就是這個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很簡單的用一個 function 我就可以同時處理多個 output 那你的電路應該說你的 code就會變得比較簡潔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要怎麼使用這樣子 好 你也可以把整個 array當成是 function的 input 像剛剛那個樣子 或者是像這邊這個樣子 把整個 array丟給這個 function 叫他去做一些處理 譬如說他去計算這個整個 array裡面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等等的 算他的標準差等等的 所以這邊只是要跟大家講說 你如果專題裡面 你把你輸入的資料都整理成一個 array 那你可以丟到一個 function 裡面看你這個專題想要叫他做什麼 這樣子 我還蠻期待看大家到底會把這個 array拿來做什麼樣子的處理 這樣子 好 好 最後一個就是 如果你只是想要叫這個 function去接收那個 array的數值 而不要去更動它的話 因為這邊如果你這樣丟過來的話 這個 function 是有能力可以去更改這個 list 裡面的數值的 譬如說像這邊大家就可以看到 他其實就是把某一個數值丟到這個 array裡面來 因為他是傳他的指標給他 他就可以改他的數值 那有的時候 譬如說大家在寫這個專題的時候 你只是想要讓這個 function 接收這個 array的數值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不希望他改他 那就是這一個這樣 加一個這一個 const 這樣 這個就是上次最後交到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上週講到的一個部分 就是關於 array的取用 搜尋 初始化 給 function 做一些處理 這樣等等的這樣 上次我應該是有稍微講到一個這個東西這樣子 這個我也再講一下好了 array 一開始我們在宣告的時候 你在期末專題 你可能會遇到一個困難 就是到底我這 array要宣告多大 因為搞不好你的專題題目是 你根本不知道到時候會輸入多少個 一般我們就會輸入一個 宣告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數字 譬如說就是什麼 655 35 或者是10萬等等的 當然要注意到就是說 這麼做是比較權宜之計而已 是比較保守的做法 比較聰明的做法 在課本的第 不知道第11還是12章 有空你們可以看一下 一個叫動態宣告的 它可以根據你的 到底輸入多少個 自動幫你配置 這個array應該多大 但在還沒教 你還沒看到那個之前 我們現在都只能夠用這個做法 就是宣告一個比較大的數字 那你可能就會想要知道說 那這個我如果宣告一個1萬個 1萬個位置的array 到底我使用率有多高 我會不會其實我宣告1萬 但實際上我在跑我的程式的時候 大概也都只有用到50%而已 那下次我可能就可以改掉 我就可以宣告5萬就好了這樣 所以這個章節其實就是在跟大家講說 你宣告array不見得 每一個位置都會被用到 它可能只有部分被用到而已 所以你就可以用下面這個程式 去幫你追蹤 到底這個array裡面你宣告出來 它的使用率到多少 它會有一個這個 應該說是變數 這個變數會跟你講 一開始是0 當你有存值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慢慢加 然後當你全部都輸入完的時候 譬如說你有一萬 你就看這個變數加到多少 如果它這時候加到5000 那就代表你這時候只能使用50%而已 如果它只有加到1000 那你這個array宣告起來 你只有用了10% 這個叫做追蹤 keep track of 就是追蹤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幫助你追蹤 你這個宣告的好不好 這個為什麼一定要做這個宣告 因為如果你array宣告太大的話 你的電腦記憶體會被耗掉 所以搞不好你們最後期末在做整整合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為什麼那個程式跑一跑 會出現一個視窗說 什麼您的電腦記憶體即將耗盡 之類的這樣子的一個情況這樣子 所以如果會出現這個情況的時候 大家就要去想一想 是什麼地方你記憶體 你的宣告可能是太多了這樣 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章節的一個部分 這個我覺得這個技巧還蠻實用的 之後如果你以後要做的事情 是要寫軟體的話 那這個技巧還蠻實在的這樣 不過有一個問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假 我是先針對電機系的同學問這個問題就好了 因為其他系所不確定這個問題的答案會不會成立這樣 所以說電機系的同學 有一個開玩笑的話是這樣子 就是有個電機系的同學他學完程式之後 就打死再來不想碰程式 我要問的問題就是這樣子 這個同學到大勢之後他有什麼組別可以選 有什麼組別是可以不用寫程式的這樣子 這個其實就是我以前的心情這樣 我以前大一學完我就是不想寫程式這樣子 後來我就發現一件事實這樣子 就說有什麼領域是不用寫程式的 在電機系這一邊這樣子 我猜管理學應該也是一定要寫吧 電機系的結論是幾乎都要 你幾乎找不到一個不用寫程式的這樣 因為我們的問題太複雜 你沒有程式你用手算 以後大家解的問題都不是像大家在 現在在學微積分譜物那樣 紙筆就可以算得出來 你可能需要電腦這樣子 所以 呃 程式這個部分我才覺得應該還是要想辦法 讓大家有興趣 然後你找到譬如說做專題的時候找到 你覺得這個還蠻好玩的 可以繼續鑽研下去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code就大家再自己看一下這樣 好 上次最後講到這一邊這樣子 但講得比較匆忙一點這樣 就這個陣列有一個特殊的應用 就是你可以把它變成一種特殊的資料 資料結構 讓這個資料結構處理的資料的 順序是固定的 有時候你讓這個資料順序是固定的 是有好處的 譬如說他可以解特定的問題 譬如說你如果想要 你有很多輸入東西輸入進來 然後你會對他做一些處理 但是在最後的時候你想要把它呢 按照一定的次序再把它輸出出去 比較簡單的例子來看 上次有跟大家講 如果我現在輸入一個字串 就叫program 但我只是很單純的想要把這個單字呢 從他輸入的順序本來先輸入perogram 這個順序我想要倒過來輸出 變成margorp這樣子 如果只是這個簡單應用的話 上次有討論到用forward圈子 其實就可以做了 但如果你現在是有一個特殊的資料結構 能夠在你儲存這個東西的時候 把那個次序給記下來 然後再倒著回去 那這個問題就很容易解決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這邊提到的這個堆疊 這樣stake的一個部分這樣 所以這邊我在稍微花多一點時間講 比較詳細一點這樣 大家可以想像這個就是我的一個陣列這樣 只是現在之前都是看橫的 現在把它變直的這樣子 這個堆疊的意思就是說 很像這個就是一個容器這樣 我現在要塞球進去這樣 所以這堆疊有一個特性就是 先塞進去的 它會最後才會被拿出來 譬如說我這個一開始我就先輸入2 2這個球我就把它扔進來這裡面 它就會在這個容器的最下面 接下來我再輸入一個字圓加 它就會在這個2的上面 但是因為這個容器只有一個出口而已 所以也只有它的上面的東西 可以先被拿出來 所以如果只有這樣子的話 2是先輸入的加是後輸入的 可是加卻是可以先被拿出來的 這個就叫做先進後出 或者叫做後進先出這樣子 這個陣列有一個特性是這樣 如果你用了這樣子的資料結構之後 你就會知道 因為它的這個先進後出 後進先出的這個型態 你可以知道 它輸入的順序是怎麼樣 它輸入的順序就是它堆疊的程序 就有點像那種 現在如果大家 之後好像還有那個侏羅記的電影這樣 如果你要看那個 那個化石是什麼時候的 就看它層積的這第幾層 我印象中應該是沒錯 就是以前學D科的時候 好像說那個是層在第幾層 你就可以推出來 這個大概是幾年的時候 因為它是一層一層疊上去的這樣 所以這個資料結構 倒是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在你的專題裡面 有沒有什麼需求 是你一定要先記住 它的輸入的順序 然後你需要用這個順序 來做一些處理 簡單來說剛剛說的例子 只是倒過來而已 還是你要做別的應用 如果有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堆疊的資料結構 這個堆疊因為它有特殊的順序 所以它存取也有特殊的方式 它就只有兩個動作而已 一個叫做pop pop就是把東西拿出來 譬如說把這個吸拿出來 把東西扔進去 存進去叫做push 就是推進去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 或是記起來 這個就是儲存 這個就是取出這樣子 如果你是一個儲存單元的話 你也只有兩個動作 記憶體就兩個動作這樣 存東西進去 跟把東西拿出來 就這兩個動作而已這樣 在這個裡面就是 存就是push 拿就是pop這樣子 所以我要產生這個例子 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就需要先做push做三次 先寫push2 push加push吸 它就會弄成這個樣子 那我要拿出來的時候 我就輸入pop poppop 它就會吸加2 一個一個跑出來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看一下 等一下會看到這個的程式 到底是怎麼寫的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就是上次有給大家看過這樣 如果你有abc的話 這邊就是做一次的push push pusha a就是在最下面 pushbb在這個 c在這個 接下來這三個就是分別做pop 三次 這個cba 就一個一個跑出來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push的程式這樣 push 剛剛有跟大家講 存東西進去 你要存東西進去 必須要做什麼事情 如果我們不要先看code的話 我存那個東西 我必須要做什麼動作這樣 假設本來已經有東西好了 就本來已經有a了 你要扔一個b進去 你要改哪些部分才叫做完成這個東西 這樣子 我是不是應該先要知道 現在這個儲存的地方 目前它容量有多少 譬如說現在容量是0 我有一個變數 就會說是這個容量這樣子 容量是0 好 那我現在pusha進去 那我就會改 第一個要改容量 把它加1 這樣代表意思就是 我現在pusha完之後 就有一個變數是說 現在這個堆疊裡面 已經有一個東西了 那過來如果你要再pushb的話 這個1就會再加1一次 變成2這樣子 你就把它存在 這個一開始這個就譬如說存在 a就是存在0的地方 就是那個變數指導的數值 譬如說像前面這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好了 看這邊就有一個這個top 這個指標這樣 這個指標這樣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 就說它會把這個變數加1 這個就代表它現在在第幾個位置這樣 就把這個item扔到那個位置那邊去存起來 所以之後我就可以用這個top 能夠知道說 現在譬如說 後面這個例子做完之後 我就會知道現在它就有三個位置 這個就是我就會知道這個到底滿了沒有這樣 你在存東西進去的時候 然後除了改它的儲存位置之外 還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個在下一個單元也會特別要請大家注意到 因為這可能會讓你的程式專題的部分 整個當掉這樣 就說你要注意到 現在它到底還有沒有空間可以讓你存 譬如說這個例子我們就假設它就只有三個空間 如果你已經有ABC了 已經三個都滿了 然後你接下來偏偏呢又再弄一個pop 譬如說D好了 這個程式就有問題這樣子 因為它就只有三個空間給你存 你現在要放第四個就有問題 所以呢就是我們必須注意到 在儲存的時候它的容量有沒有滿 那這個有沒有滿呢 就是靠這個這個top這個東西這樣 你就把它簡單說一下 想像一下就是一個變數 來跟你講目前這個儲存單位 儲存了多少東西 實際上這個push的裡面 還會有一個變數是這個 你要跟它講這個儲存的東西 最大可以存幾個元素這樣 這個maximum size這樣子 好 這邊剛好也可以再複習一下 這個top它是input也是output這樣子 output就是它會改它的數值這樣 input是要用它來把這個 這個item就是前面那個例子的ABC這樣子 扔進去那個裡面 好 所以如果大家要追蹤 你用後面那個程式來看前面這個例子的話 那個top一開始就會是012這樣子 0123這樣子 剛剛後面那個變數這樣 你不能再丟了 你再丟它會出現問題這樣 那如果你應該說push 剛剛你要做push的話 pub就比較簡單了 pub就是把東西認出來而已這樣子 所以你看如果我要pub的話 第一個我要先確定這個size有沒有大於等於0 也就是說這個空間裡面有沒有元素可以讓我丟出去 要大於等於0 如果它是0的話我就不能做pub這個動作 我不能把東西拿出來 如果它是0的話 如果這邊沒有東西的話 所以這邊大家會看到這個很重要這樣 你自己在寫你的程式的時候 你要確定一下你的 這個是所謂就是邊界條件 就是說會不會有什麼情況會讓你的程式當掉 你的程式就這麼大 儲存的東西就這麼大 如果已經沒有東西讓你丟了 你就不可以再丟這樣 所以這邊會有這一條 一定要大於等於0 如果它是大於等於0的話 那就看 我要把東西丟出來 我就看那時候 譬如說abc在這裡 那時候這個 那個 陣列的變數是 說是多少 存了多少東西 譬如說這邊一開始 這邊已經是3了這樣 那我要丟這個東西出來 我就把第三個東西這個也傳出來 位置3的那個東西 也就是這個東西 stack的第三個位置 就是丟到這個item 這個item就會 跑出去這樣子 然後 丟出去之後 我就要把這個top 減減 讓它就是丟出去 就代表我存的東西已經少1了 就像這個一樣 本來我有三個 我扔了一個c出去之後 我就只剩下兩個 減 就是減減這樣 因為3減成2了 所以2你就會看到 它接下來就只能拿這個b這樣子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這個意思這樣 所以這邊是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stack 它的push跟pop的動作這樣 等一下這個我講完的時候 會有一個範例 也是考戶的讓你 讓大家看一下 我就給你給大家一個例子 然後對它做一些push 對它做一些pop的動作 大家可以趁那個機會看一下 你有沒有了解到push是在做什麼 然後pop是在做什麼這樣 阿斯建議大家回去的時候 可以仔細看一下 為什麼這邊這個code要這樣子寫 因為你了解這個這麼寫之後 你接下來自己在寫 你們那一組的專題的時候 就會比較知道要怎麼寫 你自己要的code這樣子 所以這邊算是 我覺得有一點點複雜這樣 不過就大家還是可以看一下 這個code的部分 原理是還蠻簡單的 就push就把東西塞進去 pop就把東西取出來 它有一定的順序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 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 想要我再講一遍的地方這樣 如果有其他問題也是可以 等一下中途下課的時候 或者是你再找時間 再來問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個單元是這樣子 後面7.6這一個 7.6就是說 比如說有一個array給你 我想要知道這個array有沒有 一個特定的元素在裡面 也就是要做這個搜尋這樣子 好啊這個這麼多字呢 這個其實我是想要讓大家 可能回去再看就好了 你只要現在先想一下 原理上來講 如果給你一個陣列 你要怎麼知道那個 然後譬如說我想要搜尋這個陣列 有沒有array這個英文字母 你要怎麼做我這樣子 這個是正式的寫法 以後如果你研究所 你就要寫出這樣子的東西這樣子 甚至你其實大三 大二大三可能就有機會做一些專題 你要寫專題正式的專題報告 你就把它變成這種比較正式的描述 有if else啊然後有做什麼動作 這是一個演算法一個流程這樣子 但原理其實還蠻簡單的 我是不是就是 譬如說我這個陣列有十個元素 我想要搜尋它裡面有沒有A 我最暴力的解法是什麼 我就for回圈馬 你們剛剛是要講這個嗎 剛剛你們有出一個聲音 因為混在一起我其實沒有聽很清楚 你們剛剛是講什麼 怎麼搜尋啊 從頭搜尋到尾 從頭搜尋到尾這樣子 好像就是蠻直覺的 就這樣子搜尋就可以了這樣 就從for回圈 從第一個元素第二個元素 搜尋到有符合A這樣 最糟的情況就是要全部都搜尋完 現在我讓大家思考另外一個情況 如果那個A剛好 譬如說你有100個元素 你的A剛好是在第五個元素 那你在第五個元素就找到A之後 剩下95個你還要搜尋嗎 那你要怎麼讓它跳出來 你應該要讓它跳出來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步驟 你的程式就會跑很慢 你的程式就一定會比有做的人跑得慢 這個就是為什麼說可能期末的時候 有可能有兩組做類似的題目這樣 可是為什麼這一組就會跑得特別快這樣子 就是說這些細節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這邊它應該是 這邊就是剛剛大家講的那個部分 一個一個搜尋然後去做比對 看是不是A有沒有在這裡面 A只是一個範列 你可以自己套別的數字進去或是字母進去這樣 如果它找到了就把那個index回報回來 譬如說它是在剛剛說的第五個地方 你就回報5 如果沒有那你就回報-1這樣子 這邊其實你可以再加 就讓它跳出來這樣子 譬如說中斷Return等等的這樣子 可以看一下這樣 所以這邊那我就不仔細講 這全部的一個東西了這樣子 所以這邊就是如果要search的話 這邊要注意到就是 那我就把整個陣列丟給它 剛剛有跟大家複習過的 而且這個陣列你不能改它的值 它就宣告值const 我只是把這個陣列給你 叫你去搜尋 而你不能幫我把 幫我把那個值改掉 這個尤其是大家各組 組員之間在溝通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丟了一個陣列給你的組員的function 那個function你要確認好 它到底會不會改到你的陣列的數值 要不然你整合起來 萬一答案是錯的 這也很難debug 萬一它不小心改到的話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就是防止它被改到的話 那你一定要加這個const這樣子 這個target就是剛剛說的要找的 譬如說是a這樣 我需要輸入這個target給它 然後跟它講這個陣列總共多大 這個n這樣子 那接下來它就會在這個for回圈裡面 一個一個去比這樣 如果有它就是找到 就放的是1這樣 而且這個i會++ i就是它的位置的一個地方 所以如果下面找到的話 就回報i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面 它應該是用這個fire回圈去擋掉 後面不要就是已經搜尋到的話 後面就不要再跑了 只要放的是1的話 欸不對 如果放的等於0的話 它就一直找 放的等於0它會一直找 如果放的等於1的話 這個fire就不會再繼續做 它就會中止那個回圈的進行這樣 所以如果你用fire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你用for回圈的話 你就需要額外再寫這樣子 寫不同的判斷式 壞了就直接把這個放在這裡這樣 所以如果還沒找到 或者這個你的數值還小於n的話 你搜尋的個數還沒有到n的話 那就繼續找 所以這邊是有考慮 剛剛所說的那件事情在裡面 如果放的找到的話 就把這個in丟到這個fire裡面 這個fire就會return回去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面 它沒有所謂的output parameter 它就直接把這個變數return回去 如果你的function 只有要return一個變數的話 你就不用把它宣告成指標 你直接return就好了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要丟陣列進去 你還是要把陣列名稱扔進去 它等同於就是一個指標這樣子 這邊注意一下這個 他們之間的關係這樣 逐漸的把整個課程 我們交的東西可以把它連結起來這樣子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這樣 第二個是這個 如果我要排序的話 這邊只是搜尋這樣 如果我要排序呢 如果這個陣列給你 然後我希望你幫我做排序 我們專題裡面要請大家 要做那個排序那個動作 因為這排序最能夠展示出來 你的程式跑得好不好這樣 因為排序有暴力法可以做的 有比較快比較聰明的做法可以做的 就看你們自己也想要練習的程度 你可能先用暴力法寫出來發現 一個程式怎麼要跑一個小時 不過我要跟大家講一個小時算快的這樣 我是說以後啦 現在很久啦 你如果期末要跑一個小時 你肯定是有一些問題這樣子 要不然 但是以後 以後 大三大四以後做的事情 一個小時能夠解決的都是快的這樣 大概 兩三天差不多 尤其如果你有修 前院長的課 就是你上次 說的 他有一門課在大三 做晶片設計的 那個光跑一個程式 就要跑半天吧 不一定會對喔 跑完之後有可能會錯 你要再改一改 然後就要再半天這樣 改一次就要半天這樣子 沒辦法更快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要跑很久這樣子 在公司要跑更久 跑一個禮拜都是有可能的這樣 但你的電腦必須不能當掉這樣子 所以一般你去公司之後 蠻常用的會是那個工作站 不是個人電腦 是Linus的 那個以後大三大四 你就會學到一些課 他就是用工作站做的這樣 所以 排序 這邊 他其實是可以 讓大家思考說 怎麼排會最快 這個講義這個做法 我覺得也是蠻直覺的做法 這樣 所以你照著做一定不會錯 但他會不會讓你的電 你的程式變得太慢 這就不一定了 要看你怎麼用 但基本上這麼做是對的 所以這些文字呢 也不是我要講的這樣 這個也是大家如果 你之後要做專題 要寫正式報告的時候 你就要把你的想法描述成這種正式的文字 這個是大家在溝通上面比較看得懂的 但是如果我是說看文字的部分溝通 如果是用講的 你講這個應該沒有人聽得懂 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現在就是 for each value 一個一個講 可能一下就睡著了這樣 所以我也不太喜歡講這個 這個既然文字都寫了 那就大家看文字就好 看例子這樣子 如果這7 4 4 5 8 36 這個正列給你 請大家幫我對他做排序 那要怎麼做這樣子 有小到大排 有小到 他最後想要這樣 他最後想要這樣 所以你就看這個圖就好 一開始是這樣 最後想要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這樣 直覺的做 一個一個換 兩個兩個比這樣子 所以他是這樣子 他的做法是基於這個想法的 他先固定第一個 譬如說我先固定0 我先假設0一定要擺最小的 那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就在1 2 3裡面 看1 2 3誰比這個0小 我就把它換過來0這邊 譬如說74看到45 45會過來這樣 45看到83他不變 但是他再看到16 16會再過來 所以做第一次 他會有好幾次 你看到這邊有4 4就是好幾次 Iteration這樣 第一次的時候 他會確定好 這個第0個位置一定是最小的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 他再確定這個1是最小的 他怎麼確定呢 第0次做完之後 這個就不動了 接下來我就開始動這一個 我就去拿這個1 去跟後面的2 3 我去先做一個動作是2 3 或者是說1 2 3裡面 誰是最小的 然後找出來之後取代這個第一個的位置 他找出來是45 他就放這裡這樣子 所以他的程式 他的觀念其實就只有這個樣子而已 他就是藉由每一步 他這個呢 做這個排序呢 就是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4次這樣子 做完第4次就會全部都好這樣子 一定要做4次 沒有再更短的 他就是死死的就一定要做4次這樣 每一次他就去找說 在還沒固定的時候 我先找裡面最小的是誰 放到第0個位置來 接下來呢 我就不要再看這個第0個位置 看剩下來的這三個 再找裡面最小的 再擺過來這裡這樣 所以如果你看後面的程式 他其實就是這樣子 這個叫select的一個sort 你把這個正列值給他 然後跟他說他有多大 譬如說這邊就四個位置這樣子 那他接下來呢 他就這邊 這邊就會去找到 那個範圍裡面最小的 那個範圍就是像這邊這一個 第一段的範圍是四個這樣 四個裡面最小的是誰 找到這個就用這個function來做 這個get mean range這樣 待會我要讓大家思考這個怎麼寫 這個get mean range怎麼寫這樣子 到底要怎麼做 他講義喔 課本沒有寫吧 這個get mean range 這個要怎麼寫 這個等一下要讓各組思考一下這樣 你找到這個範圍裡面 你跟我講 我丟這個值給你 丟list 然後跟你講這個範圍的頭跟尾是誰 頭跟尾這樣 我給你一個範圍 你跟我講這段範圍裡面 哪一個位置是最小的 扔回來 然後是這一格這樣 然後我就把第0個位置 跟這個 這個index of minimum做交換這樣 扣還是不要講太多這樣 看這邊 這邊找到最小的 他是在第三個位置 接下來他就把3跟0做交換 這樣子 做交換大家就會了嘛 就做一個temp這樣子就好了 這樣子做是最安全牌 最保險的這樣子 這樣子做就一定可以排序完 但應該是有更好的方法 更快的一個方式 這個如果陣列只有4個的話 其實是看不出來的 就是不管你用多快的做法 如果你要排序的對象 永遠就只有4個 那還不如就是用這個做法 就好這樣 但是如果你排序的對象 有超過100個 1000個的話 那個效果就會跑出來了 所以那也是為什麼 專題要請大家 輸入要有100個去比較這樣子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這樣 好 那我們等一下這邊讓大家稍微 思考一下這個問題這樣子 就說這邊提到嘛 就是在排序的時候 我們呢會是給 就是排序的重點就是 再用那個例子來講好了 一開始呢 我給一個範圍0到3 他去搜尋最小的 然後取代掉第一個 接下來呢再給另外一個 比較小的範圍1到3 這要再找出來這樣 那現在要讓大家思考是 如果我給你一個範圍 你怎麼找到那個最小的數字這樣 也就是換句話講 具體一點就是這個 大家可以看講義或課本 他有一個方形叫 get minimum range這樣子 就說給他 給你一個list 我沒有要叫 我沒有要說這個list 整個都要排序 我只想要知道 從feel開始 這是一個初始值 一開始是0 後來是1 2 3這樣 到他的結尾 n-1 我只想知道 這段範圍內誰最小 那你要怎麼寫這個程式這樣 如果主程式已經在這裡了 然後這個副程式 要怎麼寫這樣 可以讓大家 各組討論個1分鐘這樣子 那我等一下來 下去巡遊一下 看說這一題應該要怎麼寫這樣 這個講義有答案嗎 課本有答案嗎 他有講義那時候放上去的時候有答案嗎 有喔 有誰有 有誰有帶講義 印講義出來的嗎 課本沒有 課本沒有應該有 其實大家記得帶課本就好 因為有些字太小的 你可以看課本這樣子 好現在我要問大家就是 萬一你的期末專題 也需要用到這個東西的話 你們會怎麼寫這個 功能已經跟大家講了 在這個範圍內 找出最小的 那個index給他 然後讓他可以去 後面這邊做交換 這邊有temp這邊 可以做交換這樣 找最小的那個怎麼找這樣 你們可以 兩分鐘好了 各組討論一下兩分鐘這樣子 只要講流程就好 不用跟我講整個code 因為整個code 等一下會秀出來給大家看 如果有要拍的 等一下也可以把它拍起來這樣子 基本上你只要知道流程是怎麼樣 code應該就可以寫出來 這個也是比較強調的就是 希望大家不要太執著於 那個code的語法這樣 比較重點是你要先想出來 你想怎麼做 再用程式幫你做 你不要一直想 這個程式到底要怎麼幫我做 然後都沒有想法這樣子 都沒有你自己的一些 一開始的想法 這樣你會覺得 學程式會比較痛苦這樣 你要先有想法 然後去想 這個程式 什麼東西可以幫我達到這個 動作 這樣學程式會比較好玩 你可以找到很多 可以用的function這樣 所以 如果給你一段範圍 然後給你一個list 要怎麼找最小值 你可以 從兩個角度想 一個就是 就是要找出最小值 另外一個就是 我要在最快的速度裡面 找到最小值 你可以從這兩個角度 任何一個角度都可以這樣子 聽聽看大家的想法這樣 所以 有跟大家講後 後半段的課程 比較強調的是 想要讓大家 多培養一下 就是寫程式的感覺這樣 不是code的部分 是那個想法 流程 那個 你怎麼建立那個規則 然後用程式來幫他達到這樣子 找最小值 我只是要找最小值 還沒有要交換 我只是要找最小值在什麼位置而已 我建議大家期末專題是這麼想這樣 你先確定好你專題想怎麼做 然後再去想程式可以怎麼幫你做這樣子 你不要說程式我就學過這些 然後想辦法湊出來 這樣你最後的情報之後 你會看起來很怪這樣 如果問你說 為什麼你要把 Function跟Fore圈這樣子結合 然後你說 因為它就可以這樣結合 那Compiler是對的這樣 這樣你的分數會很低這樣 因為這樣聽不到你的想法是什麼 就說你可以自圓其說這個動機這樣子 你為什麼要這樣結合 我這樣子之後可以達到什麼優點 什麼好處這樣 你不要說 我只是想要試試看 這兩個東西會不會擺在一起 這樣很奇怪這樣 好 那我要來問問看 尋有了 來 先從這裡開始好了 這個 如果要讓你寫這一段 你會怎麼寫這樣 就是給你的Input是這個List 然後起始點叫Fill 終點叫N-1 你會怎麼找到它的最小值 這樣 把它排出去 然後排到最小在左邊去出來 所以你會想要先 就是 針對這個List 在這段範圍先排序 先全部排完之後 找最左邊的那一個 那排序要怎麼做 用後圍圈 然後兩亮 兩亮 你會用兩亮牌的方式 好 基本上應該是會Walk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先給 叫什麼名字 冠銘 先給冠銘掌聲 好 實際上等一下Code 我印象中不是這麼做的 它好像可以再更快一點這樣 有沒有更快的想法這樣子 有更快的嗎 有更快的嗎 它好像沒有先做排序 可是它有那個精神在這樣 我記得 等一下秀出來的程式嗎 就是先讀出 先讀出它要的那個陣列 嗯 然後你從 這個防險你需要設一個位置數 對 然後把從第一個開始 把第一個輸入這個位置數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直進來 去跟這個 在位置數裡面的 這個值去做比較 嗯 然後如果比它小的話 就再把這個數字讀進去 了解 所以就是 那個位置數 等於就是你假設的最小數 然後 只要有誰比它再小 你就要更新它的數值 這樣 它叫什麼名字 漸慶 漸慶 漸 漸慶 漸慶 好 那我們給漸慶掌聲 兩個都是對的 只不過思考一個點就是 有沒有一定需要知道 排序後的結果這樣 因為你們兩個的最終目的 都是要找到最小值 但你做那件事情之後 你可以順便知道 第二小第三小 第四小的人是誰 但你會多花一點時間 因為要排序 兩個兩個排這樣 有沒有必要要做這件事情 如果是就這個例子來看 我們只是想要知道 那個最小的在哪裡 我沒有需要知道次小 第三小 第四小的人是誰 所以其實可以不用做那個排序這樣 做法上面的確 漸慶講的這個這樣 有一個變數就叫這一個 變數叫這一個 small sub 這個 這個是我 我一開始先假設 它是我的最小值 然後我就先把第一個位置的內容擺進去 但是 這還不一定是答案 這只是我的初始值而已 接下來重點在這一塊這樣 4圈圈在那段範圍裡面少一次這樣 然後如果 我有發現誰比我目前的這個還要小 這個是它的那個 index 我去取用它那個array 如果有比它小 那我就蓋掉它 整個跑完 一定最後 這個東西 最新的那個數值就是最小的 所以它優點就是 你就是可以知道最小值是誰 可是這個是優點也是缺點 我缺點的講法就會變成這樣 它只能知道它是最小的是誰 其他你都不知道這樣子 所以就要看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這樣 所以如果你譬如說奇摩專題 你也有很多 你也有很多